E3N的標題是電巨人示威遊行 吉恩在Dendy來到街上 他想讓Dendy看看示威的群眾 之前要公安把電巨人當作惡魔桃花 Dendy說我可是好孩子 為甚麼他們還要這麼做 吉恩說因為他們討厭你 話說有一個舉牌上面寫的電巨人很吵 現在來跟示威群眾衝突的是電巨人教會的信徒 Dendy問為什麼他們要和示威群眾戰鬥 吉恩說因為他們喜歡你 說是喜歡電巨人 但真正可以增強電巨人力量的反而是討厭 又認為電巨人危險 然後害怕的那一群示威群眾 Dendy說可以為他起爭執 他感覺還蠻爽 吉恩繼續說以前會加入電巨人教會都是你的粉絲 或是惡魔的受害者 可是最近因為興趣加入的年輕人越來越多 信徒好像已經超過兩萬人了 雖然大半都是學生 可是這些人未來會有選舉權 聽說已經有政治加援助物資給教會了 電巨人的事情已經不是你能控制得了了 如果只是這裡程度的示威還好 但未來很有可能會演變成更嚴重的鬥陣 原來吉田的目的是為了這個社會的安定嗎? 如果他是以公安的立場 或許會這樣想沒錯 可是這道理跟恐怖大魔王的預言有沒有關係? Dendy說那我到底要怎麼做才能進到Niota 吉恩要他什麼都別做了 不要再當電巨人了 Dendy拒絕 吉恩說如果你還要成為電巨人 那他就會要Niota的命 話說吉恩知道Niota是支配惡魔吧 要殺死他沒那麼容易嘛 這裡聽得出來只是想要威脅 並不是真的要這麼做 還有他不幹電巨人 那些示威群眾也會消失 那電巨人的力量也會變弱 我們現在看到的好多事情都是讓電巨人變弱 今天就是說他聽說Dendy的夢想是過普通的生活 只要你不變成電巨人就可以失先 這樣Niota也可以跟你在一起 這是你變為人類的機會 你也能跟以前一樣回到學校生活 要他以朋友的身份跟他玩一起 回到家就有Niota與狗狗一起 你就以人類的身份活下去吧 就算不是電巨人也能幸福 Dendy說他想要成為電巨人 然後被大家吹捧 看Dendy這個表情 他是真的很認真的在想 吉恩說我說的話你沒聽懂嗎 如果你變成電巨人 Niota就會死 Dendy不希望Niota死 但他還是想要成為電巨人 他希望有人可以為了他跟思維群眾戰鬥 吉田有點不耐煩 直接要他選Niota的性命 還是他那醜陋的慾望 Dendy說他兩個都要 吉恩說只能選一個 難道你要Niota死嗎 結果Dendy竟然叫了思維群眾殺死吉田 吉恩說你這叫的竟然可以這麼蠢 這次突然有人叫了Dendy 原來是Niota來了 Niota也見到Dendy就是說他好臭 Dendy會說我還沒有洗澡 話說Dendy先前也沒有做什麼事情 就只是在學校被抓而已 應該不至於臭才對 我想這是因為支配惡魔的鼻子非常的靈敏 一點味道就有點敏感 吉恩對帶他來的人說 你太早讓他們見面了 那個人說原來還沒談好嗎 話說這人是被支配了嗎 所以才會在沒有聯絡的情況下把人帶來 他這句話聽起來其實有點瞧不起對方 吉恩的樣子也表現得狼狽 大概所有事情都不按照他想的進行 吉恩對的Dendy說 原本我們就是想說你會選的Niota 所以我們才會讓他過來的 算了反正你應該能理解我說的 如果你變成電巨人 公安就會把Niota殺了 Niota聽到自己會被殺後 要Dendy罵對方一個髒話 Dendy最後說你話說完了吧 說完了我們要回去了 話說Niota要Dendy罵髒話 Dendy沒有回應 Niota並沒有用能力讓Dendy這麼做 這個支配惡魔就如Dendy所說的 他希望Niota可以與人建立對等關係 第一步最後Pochita不是要他多抱抱Niota嗎 因為支配惡魔沒辦法與人正常擁抱 然後你們剛剛有看到 Niota來見Dendy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擁抱他 在他心裡Dendy是與他對等 所以他也不會用能力去控制對方 最後吉恩無奈 為了旁邊那個人 我說的話有傳達給他吧 看來這裡吉恩要想想別的辦法了 前面他也不是真的要對Niota動手 否則他也不會把人帶來 還有要Dendy不要成為電鋸人 這到底跟恐怖大魔的預言有沒有關係